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當然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一樣來介紹SHF裡面的 克蘭克斯,那他是未來版的克蘭克斯 如果看過漫畫的話,你就知道 他是從未來回來解決 就是那個賽魯的事件 好,那應該嚴格來說是17、18號 那我們來看,這其實是一個在版的商品 只是他是魂商店的商品 那在版的這一個版本 其實是那個就是所謂亮彩版 或是顏色比較鮮豔版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附的配件跟內容 手勢呢,除了握拳的手,額外還有三對 額外還有四對,所以手勢算還不錯 那頭呢,有附一個超級賽亞人的頭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頭的介紹 那不過其實克蘭克斯在漫畫裡面 還有更超級賽亞人的一個髮型 那這個髮型其實只是普通的 就是一開始出現的那個髮型 那他並沒有附後來的那個比較帥氣的髮型 我覺得這個髮型比較沒有那麼帥氣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頭的介紹 好,那從頭上面你可以看到 超級賽亞人的頭有三款 那就是 有髒嘴,然後咬牙切齒的,然後跟正常 然後 還沒有變超級賽亞人的頭呢 就是兩個 應該是臉啦 一個是正常,一個是咬牙切齒 那主要是眉毛顏色不一樣啦 所以你把金色的眉毛換到 藍色的頭髮可能也有點怪怪的 所以 還是不方便做就是 每個臉都換在不同的髮型上面 然後由於這是舊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安裝的是方形的 而不是圓形的 當然你可以去跟其他的方形做 做替換 你把他換到悟空上面 當然應該也可以啦 只是臉型有一點點小差異 那再來舊版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油光比較明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油光 臉的油光還蠻明顯的 可是這個頭髮 有刻意做消光 所以他沒有 油光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超級賽亞人這一顆的頭 過於油光喔 如果我個人習慣 我應該會拿消光器把它噴一下 因為他真的太油亮了 之前的就是其他系列的超級賽亞人的頭 基本上頭髮都不至於那麼油亮 就感覺像太過塑膠的感覺 那再來他有附了劍 那劍當然背面這一個 附了一個劍身 那附了一把感覺像是斷掉的劍 那其實這不是斷掉劍 這是讓你插在這裡面 因為他這個劍身 並沒有真的 生動可以伸到最裡面 只有前面的一小節 所以另外一把的 這個長的劍 只適合用手拿 他並不能插進去 他沒有那麼深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感覺是斷掉這一把 他是讓你放的 那實際上也 也沒有很緊密 你可以看到鬆鬆的 甩一甩他還是會掉 好這是他附的配件 那再來我們來看全身的可動 好由於這是基隆珠 比較早期一點的商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膚色上面 相對的還是沒有後來的膚色 處理的那麼的好 就是質感上面 那身體的膚色也有上漆 所以你可以看到跟頭 有小小的一點點出入 只是不是很明顯 所以這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就是 這個鍵呢 基本上裝上去之後 你也不能換位置 也不能調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固定的卡榫 就是把它鎖進去 把它塞進去了 好所以鍵一定在這個位置 然後帶子最後接也一定在這個位置 所以揹鍵就只能揹這樣 你不能換左邊揹 不能移下來一點 不能移上去一點 這個是 就是固定的 然後再來就是手的可動了 你看他把外套分開了 所以基本上他在移動上臂的時候 是還不錯的 不太會受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 胸部這邊有額外做了一節斜線 那這個斜線他並不是直的 一般你可以看到胸部關節是直的 但是這條是斜的 礙於可能背健的關係 那不過還是可以有一點點的 可動空間 再來就是腰部 腰部也是一點點可動空間 但整體來講 腰部跟胸部加起來 他彎腰的角度一樣非常的小 所以上半截的可動幾乎是可以 可以忽略了 那頭呢 大致上就是你在脖子的地方會被 這個力領所擋到 所以只有這個頭可以動 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手腕的關節有改成像這樣子的 造型有一些舊型的這邊並不是改成這樣子 那這一款是有改成這樣子 所以活動上是比較好一點點 只是軸關節比較不好看 那再來就是腳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腳 腳呢 雖然沒有大腿可旋轉的關節 因為造型素體是這樣子的 彈開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有可以下拉的功能可以增加更大的一個可動 那翻轉也有一點點只是角度不大 好這是大腿的一個可動方式 然後膝蓋也做到非常不錯的對折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 那雖然這邊的關節裸露會稍微比較醜一點點 不過這邊還有一塊墊著 可以彌補這邊比較醜的地方 那如果關節不彎一樣 後面這邊關節裸露 就過為明顯加上關節又沒有 塗消光所以比較油亮 相對的比較不美觀 那鞋子我個人覺得 比霧販處理的好 因為他有把上 靴子分開所以接地感的可動是不錯的 那可惜的是霧販的鞋子並沒有像 像這樣子處理 那這個鞋子的可動上就不太影響 然後前面還有一節可以動 好這大概就是整隻的可動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的 好然後這一版的克蘭克斯呢 未來版的克蘭克斯跟大家老爸的身高 站起來還是有一點點出入 就是達爾的體型還是比較高 那在電影裡面呢 不是啊在漫畫裡面他們兩個 並沒有非常接近的站在一起 因為他是他爸 用了心戰的梗 只是把負跟子對調 就是我是你的兒子跟我是你爸的梗 好那也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在漫畫裡面都一直沒有靠近達爾 因為他有一點點跟他保持距離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們是有差異 當然到後半段他就有在一起 不過身高上面呢 其實在漫畫的後半段 克蘭克斯是比達爾來的高的 可是在未來版的目前他呈現的 克蘭克斯是比達爾矮 那達爾其實又比悟空來的矮 好那你就可以知道 克蘭克斯其實 高度不高跟 跟霧範比起來可能比霧範 稍微高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拿 矮版的霧範來比較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他稍微 矮一點點 好那最後呢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的 那這隻呢 嚴格來說就除了頭髮的油光 算是非常的明顯 我個人覺得 比較不是那麼理想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 算是不錯 那如果你喜歡系統出蛋 你還是不能 錯過未來版的克蘭克斯 而且他其實是 就是再版你知道嗎 都會崩盤 好所以他其實算便宜的價格還蠻划算的 好那謝謝大家最後收信這個 大人玩具開箱的克蘭克斯的 介紹 那希望大家可以 持續關注大人 開箱新品介紹 那可以到我的粉絲團上面去按讚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 玩具訊息跟預購的消息喔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 SHF之大人玩具開箱